哈喽大家好,我是讲故事的八代 如果说上一期咱们聊金歌斯的节目被我代言号的命名为青春伤痛文学 那么这一期咱们聊一点轻松一点的 也是青春主题的,但是可能会是青春甜蜜文学 对不对,咱们上期讲了三道 他写青春伤痛文学,你看能写到世界公认的名著的水平 这多么厉害,因为他写这个人物关系 他不光是从这个人从社会上普遍意义上讲 他跟其他人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他内心的发展变化 而他内心的发展变化与周围每一个人是有应照的 这个是一条暗线隐藏下来的 那么这一期咱们也是聊聊青春甜蜜文学 也就是潮骚,海潮的潮,骚动的骚 想必这本书我觉得应该也是在国内比较有名 如果你喜欢日本的斋藤飞鸟 一个日本的青春写真偶像的话 你应该知道这本书是他最喜欢的文学作品 就是你看一个青春少女偶像 喜欢潮骚,再正常不过了 潮骚讲的就是一个青春期的小男孩和小女孩 不能说小男孩吧 至少也有18来岁 16岁18岁左右的这么一个样子 不能说小男孩 但是毕竟那还是青春期的少年少女们的故事 三岛有机夫写青春甜蜜文学 到底能写的怎么样 咱们就来读一读 那么我之前呢 我曾经跟人聊过一期春雪 在我的播客《喜相遇色》里 然后潮骚是他最喜欢的三本 三岛有机夫的小说之一 另外两本他喜欢的是春雪和金歌寺 那我就问他说 潮骚如果不是三岛的机夫写的 如果是别人写的 你还会这么喜欢他吗 因为潮骚这本书 其实跟三岛的其他作品完全不太一样 就是潮骚里面完全没有什么悲剧 也没有什么说人物的内心变态什么的 他里面的坏人 所谓单眼号的坏人 也只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意义上的那种 比较大男子主义的不尊重女性的人而已 他也不是说那种彻头彻尾的大坏蛋 而这种人其实是社会上比较普通比较常见 那么这样一本小说 为什么三岛能写这么一种 看起来所有人都内心里 心里就没什么阴影的一个作品呢 这像是三岛的作品吗 那他说就算这本书的作者 你把它引去 他不叫三岛游肌肤 我也仍然会喜欢他 因为这本书确实跟其他的青春小说 跟其他的甜蜜爱情小说不一样 它确实带有三岛游肌肤的个人的特点 你一看就知道 它确实是三岛游肌肤作品 从一开始 它对大海的描写 对大海的描写 非常非常的好 整个这个潮骚的故事发生在歌岛 歌是歌曲的歌 这个也是取材自日本的一个真实的小岛 当然真实 现实里的小岛不叫歌岛 叫别的名字 但是这个确实是取材于真实的一个岛屿的一个环境 一个大概岛上也没有多少人 就是百十来号人 这么一个状态 然后通过外界就是跟船 那个连接大陆 本土什么的 然后岛上的人呢 就是打鱼 打鱼 打鱼为生 那么地面有个职业叫做海女 大海的海 女子的女 就是岛上的妇女 劳动妇女 你这个里面 普遍意义上就上到老太太 下到比如说十几岁的小孩 当然更不是说中年妇女了 他们大家都要下海去打鱼 捞螃蟹 捞贝壳 捞章鱼 什么的这些东西 就是叫海女 小孩 这里面可以到特别有意思一点是 小孩呢 一开始下海的时候 还觉得比如说很多人觉得 哎呀 很恐怖 很害怕 觉得因为这大海 就是那个港湾不是那种 像咱们一马平川 是在海边 这个很浪漫 很温馨的港湾 因为你要打鱼这港湾 必然是比较险恶 鱼更容易被这种险恶的激流 所带过来嘛 对不对 你要在那种港湾里打鱼 所以非常险恶 那所以这岛上呢 几乎人人呢 都是游泳能手 在大海里前进 一个猛子扎进去 你捞鲍鱼 捞扇贝什么 再上来 那就是特别特别厉害 这边 小女孩一开始是觉得 这个工作很辛苦 但是她们长成中年女性以后 她们每个人也都是 能独当一面 能去大海里随便驰骋的 这么一个角色 这就是我所今天想讲的 潮燥这本书的 在我看来一个很深刻的主题 是自信 如果说像春雪 那个奔马 小四天人武帅 她们组成了一个 带眼号的风扰之海 那这个潮燥这本书 在我看来 它才是真正意义上的 风扰之海 那真的 她既写了大海的风扰 也写了生活在大海边上的 岛上的 各岛上的 少男少女 和中年男女的 他们的风扰 他们的风扰来自何处呢 就是对自己的自信 比如说那个小女孩 她们一开始 面对大海的时候 她们觉得很凶猛 但是她们随着经验的增长 魔力 她们下了大海里面 充满的自信 每个人脸上 都是那种洋溢着阳光自信 而且她们就是在大海里面 也很难施以什么粉袋 很难化妆 对吧 都是那种纯天然的健康的肤色 那个 各岛上的人 皮肤都普遍是比较偏黑的 比较偏黑的 包括我们的男女主角 讲到这五分钟 终于要突出男女主角了 终于从我们的主题 青春甜蜜文学上聊到了 女主角呢 是一个大财主 大老板的这个女儿 叫初江 就是岛上最有名望 最有势力的这么一个人物 但是女主角的爸爸呢 并不是一个说 干涉岛上的一个独裁者 她不是独裁者 她只是说家里有船 然后经济经商头脑很发达 然后经营出海 这个船舶行业 这个这么回事 所以呢 她的女儿初江啊 就是她也是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啊 谈婚论嫁早嘛 对不对 先那个定亲嘛 然后过两年等成年再结婚 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初江 初江呢 很有意思的一点 初江皮肤其实也是 这里面有有过描写过 呃 是白皙的 因为她还没有经历过 那么严厉的大海的那个这个磨难啊 所以她 而且就是 她以前呢 是去别人家那个生活啊 是过去给别人做那个养女了 最近那个 然后才被那个 爸爸带回家啊 给她找个夫婿 初江 这里面一个大美人 大美人 而这个男主角呢 叫做心智啊 心 心来的心 然后智底的智 心智 也是啊 这心智呢 就是跟这个初江不一样啊 初江心智是个穷古人家的孩子 寒门子弟父亲死得早 父亲死早 初江的妈妈也死了 所以你看这是呃 两个单亲家庭的孩子啊 心智 但是从第一点来说啊 他们两个人都没有因为说自己是单亲家庭而有什么自卑 这是他们自信的一个表现 当然那个那个女孩 初江当然不会自卑 他爸是岛上最有权势的 最有钱的人 还有什么可自卑呢 对不对 那难得的是这个男孩啊 心智 他呢 他妈妈首先是这个呃 岛上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 就怎么叫 捕捞达人 咱们用游戏 阶级游戏的话 就捕鱼达人 这个捕鱼达人 特别特别厉害 然后呢 他本身心智本身 这个男孩的本身 他又是一个游泳达人啊 就是他现在是在这个呃 岛上啊 在船上这个作业 给岛上的这个小船打工啊 一起去搭点鱼什么的 然后偶尔呢 他还把都打回来 就是分 分给他自己的鱼呢 他再分给他岛上的亲朋好友啊 没什么亲戚 但主要就是说 他有一个像 呃 亦师亦友的一个长辈 这个是掌管灯塔的 这个叫灯塔长 你看 三岛基峰就是 我觉得他肯定是专门去海边 采采过风啊 来了解过这个整个的灯塔 这个环境 他写灯塔写的特别好 写的特别好 因为在天人五衰那本书里面 呃 不是也讲到有有那个 本多带着那个 就是那个春雪 那个春雪里面 那个清闲的转生 去灯塔的一个景点吧 就是也都是 他肯定是专门去这个海边 去灯塔采过风 那个灯塔描写的真是棒极了 真实极了 真实极了 我没有见过灯塔啊 但是 那个感觉让我觉得栩栩如生 然后 这就是 三岛写这个青春甜蜜文学 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他把这个细节啊 大海的细节 灯塔的细节 呃 传播的细节 显得特别好 他写就是 一帮年轻人拉着那个毛啊 脱针毛往上拉绳子 然后就讲 就必须要一鼓作气啊 否则一会儿 那绳子再 跌落到海水里 沾满了海水 那个湿气 咸咸的那个海水 更难往上拉了 这个细节讲的特别特别合理啊 大家就是 你在大海上作业的人 你必须要想 干什么活 必须一鼓作气 始组的劲 大家团在一起 像拔河一样给他 给他拉起来 否则只会越来越难 越来越累 就是这样 大海你看 要跟大海在一起生活 你就需要这种自信 说我就是能把他搞上来 就是能给他搞上来 就是这种坚韧不拔的 这种力量 一鼓作气的量 特别厉害 那话不多说 男主角心智和女主角出江 就这么偶然间碰到了 就是出江刚从外地回了嘛 然后碰到的这个心智 然后两个人呢 火花一瞬间就产生了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咱也不用管什么缘由什么的 少男少女在一起 看对眼了 就这么简单 这个没有什么说 往常的像咱们青春甜蜜文学里面说 你掉个铅笔 我掉个橡皮 咱俩剪腔皮 剪腔笔的时候 啪呀碰着了 没有 也没有那种所谓的 恶作剧制 转角一道 啪脸碰着了 女主角带 帮着一楼书 然后被男主角撞倒了 然后两个人痛骂对方 也没有在食堂打闹 没有那种很狗血的这种结巴 真没有 就是说 很纯粹 正是因为没有这些狗血的纯粹 所以他非常非常的纯粹 你就是少男少女在一起 相爱的很正常 非常正常 你不必要给他们加什么刻意的一些矛盾 什么东西 没有必要 所以他们来的爱情来的非常快 来的突然 但是这种爱情又是发乎情指乎理的 他们两个人相爱了 然后也拥抱了 也彼此有拉手抚摸 然后也接吻 但是没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就只是停留在接吻 后来这个事 他们俩就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关系 然后也是瞒着村子里面的人 因为初江是有钱人家的大小姐 那个心智心里知道 他爸很可能想把他取配给一个 岛上另外一个相当于说 门当户队的一个人叫安夫 还是叫安景了 我忘了 就管他叫公子哥好了 好像不是安景 安景是一种鱼玩吧 安景鱼玩 我觉得超市卖火锅 卖安景鱼玩什么的 公子哥 公子哥 所以他俩是偷偷摸摸进行的 那个两个人也想过 这种偷偷摸摸进行不是长久之际 那又不能逃到外地去 你看 不能逃到外地去证明了 这个男人怎么样 他有一种责任感 他不仅要说对我的爱情 对我的生命负责 还要照顾我的老妈 对不对 对不对 这个男主角心智想的是 等我将来我挣钱了 我有个正经工作了 我老妈就不用那么辛苦的 每天去海里面当海女 去下海捞鱼了 就这么简单 所以他绝不可能逃到外地去 当然更不可能殉情 这个是这本书里面 非常非常很特别的一个地方 就是三岛其他作品 你动不动俩人就殉情了 俩人动不动就想着 生离死别怎么样 这个没有 这个男主角真的是 极端极端美好的一个存在 这三岛刻意的想写这么一个 就是有一种古希腊那种 那种健美 那种阳刚之气风格的 这样的男主角 确实是这样 那里面最精彩的段落 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这两个男主角 少男少女约定 有一天晚上 趁着这个出江到那个灯塔 值班的时候 岛上就可能每家每户 轮流去这个值班 守夜嘛 就看着这个远方 看有海浪啊 传播什么天气 什么情况 然后他俩就约定 就在这个灯塔旁边 那个有个官哨所 一个一个废旧的官哨所里面 相见 这个是官哨所是以前部队用的 这是但是战争已经结束了 所以现在是已经废弃不用了 房子还在 然后在官哨所里 当天也是台风啊 暴雨啊 吹的两个人 就是衣服都湿透了 那男主角心智先到了 他就点燃了官哨所旁边的 这个那个有柴火 有柴火点燃了 然后那个 衣服简单脱一脱 然后穿个裤衩什么的 然后就是在这块 先等着女主角 等了挺长时间睡着了 然后过了一会儿呢 女主角也来了 这个时候男主角心智 还没有睡醒 然后女主角呢 就觉得 这里面描写特别好的 是什么 三导写的女孩 内心 她也非常纯净 她在这个官哨所里面 就把自己衣服都那个脱光了 因为她要晾干嘛 就台风台风暴雨吧 衣服都吹湿了 这个小女孩出江想的是 我面对的只是一团篝火 我的内心是非常纯净的 我并不在意眼前 这个已经睡着的小男孩 他睡着了 所以我根本没必要 有什么角揉造作 扭扭捏捏捏的这种态势 我就把衣服脱光了 点烘烤一下 就挺正常的 所以 而且 最关键的是 这男孩后来醒了 男孩醒了 男孩心理活动也很特别 他先是醒了 发现眼前有人影晃动 他就知道这个女孩来了 一看这女孩 又没穿衣服 所以他又处于一种 假睡的状态 半睁开一点点的眼睛 想偷瞄 但是偷瞄了 一小会儿 就觉得这样也不太合适 假如他内心他也不允许自己做这样的事情 然后他也装不下去了 然后就咳嗽了一程 然后发出点响动 然后也趁机也就睁开眼睛 也就起来了 那女孩呢 一看到说 赶紧闭上眼睛 然后两个女孩就这么打情骂俏一番 然后之后呢 女孩说 你这样看着我让我害羞 但是呢 我又不可能把一失漏漏漏的衣服穿上 所以有什么办法呢 你也把衣服脱光 那咱俩就公平了 所以最后两个人都把衣服脱光了 但两个人把衣服脱光之后 只是抱在了一起 但没有发生别的事情 就没有真正的发生性行为 就是这两个男孩女孩 还是仍然是 就是只是抱在了一起 这咱不是说就是那个 发生性行为就不好 而是说三岛在那个年代 在日本当时那个关键背景下 在这么一个观照所里 这么一个篝火 点着篝火 外面是台风这么一个环境下 这两个男孩女孩说表现的那种纯洁 表现出对彼此的那种坦荡 是非常非常青春的 这种坦荡非常青春 当然我们不提倡说 有什么处男或处女情节 但他们两个这个的关系 确实也是 确实是一种纯洁的 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 那他们两个就是 这一晚上感情 当然又增进了很多 这一晚的描写 整个是这本书里面 就是说 让大家印象最深的情节 再让我看来也是印象非常深 就是这里 他把那个篝火 那个小女孩说 你来抓我呀 然后男孩就跨过了篝火 我这一步我觉得特别厉害 男孩没有绕过篝火 直接跨一下跳过去了 就象征着说 跨越火焰是用什么样的感觉 给我一个感觉说 无畏充满的私信 还是那句话充满的私信 他的情绪像火焰一样激昂 但是女孩说 现在我不想做这个性行为的时候 男孩也没有说进一步的 什么非礼之举 越轨之举 从来没有 说你看这个火焰 当然象征着这两个人 内心的一种激情 一种青春 但是他不是那种 肆意妄为的火灾 他是真的是这两个人心中 就是有一种正气的火焰在 这个特别特别美好 特别美好的存在 但是后来这个事 因为被别人偷偷看着了 这个男孩 以前他不是说 他男孩很喜欢去灯塔掌 就掌管灯塔的掌管家里 去给他送鱼 这个掌管对他也很好 这个掌管其实有个女儿 叫千代子 千代子 他从外地也回来了 千代子其实 暗暗的喜欢这个男孩心智 但是男孩并不喜欢他 并不喜欢他 所以千代子看到了心生嫉妒 嫉妒当然也是 三岛的一个永恒的主题 当然这里面 千代子的嫉妒 产生的时间非常短 后来他也马上更生了 他嫉妒之后 开始传 心智和出江两个人的谣言 说这两个人已经 作爱了 已经是私定终身了 这样子 然后当然村里面 也就疯狂传开了 但是男女主角 心里坦荡 温馨无愧 但是他的岳父 未来的岳父 并不知道 并不知道 所以岳父就极力的 就是把他俩说要财产 不让这个女孩 再跟男孩见面了 那后来呢 千代子也悔过了 千代子觉得 我这样是何必呢 没有必要 就是然后做的 做的非常差劲 然后他有一次 就主动找了这个心智 说你觉得我漂亮吗 因为千代子 他的嫉妒 产生于什么呢 这个也是三岛 比较惯用的一个母题 就是嫉妒来源于什么 来源于自卑 跟这个里面 这一本书 在我看来嘲笑这本书的主题 自信更相反 这个千代子 他内心曾经有过一段自卑的 他觉得自己 因为是自己不漂亮 所以心智不喜欢他 但是心智 坦然的跟他说 你很漂亮啊 然后马上都跳船 就是又干活去了 就是随口这么一句话 打开了千代子的心结 他从此不再自卑了 他觉得 哦 我仍然是漂亮的 那心智不喜欢我 有他的理由 很正常 人家先来后到嘛 他先喜欢了那个出江 非常正常 所以呢 他在跟别人说 这个事啊 是我传的谣言啊 你们不要再为难 这个年轻的小情侣了 那这此前呢 咱们那个公子哥啊 姓安的那个公子哥 他曾经呢 他这本书里面 最丑陋的心结 就是这个公子哥 曾经意图强奸出江啊 我用的词比较激烈点 他其实就是强奸 只不过 在当时的这个日本的一个 男尊女卑的这个社会环境里 公子哥从小 他并不觉得强奸一个其他女孩 是什么罪过 相反 我强奸了他 拿下了他 反而就能让这个女孩 彻底臣服于我 这是一种非常非常腐朽的 男权主义思想 男权主义思想 那出江很机智啊 出江就是在当时侥幸逃脱了 为什么逃脱了呢 这里面也非常有意思 因为他在这个公子哥 欲行非礼之事的时候 马峰去遮了公子哥 遮他的身子 遮他的脖子 遮他的屁股 遮他 你说说 三岛什么时候用过这么一种 就是机械匠神般的神来之笔 搞个动物 来帮助善良的主人公脱险 没有 没有 但是这里我觉得 就是用的很好 用的很好 就是这个岛上的一切都非常纯洁 你可以理解为 这岛上的 海 空气 水 人心 石头 都是纯洁的 那当然马峰 也是纯洁的咯 那纯洁的人就要帮着纯洁的人 所以这非常合理嘛 这个岛他写的真的是 一种人间天堂一般的岛 岛就把这个那个公子哥遮了 然后出江 趁机逃跑了 但是呢 没有逃 没有逃远 他绑着一块石头 他静静的 等着那个公子哥追上来 然后他拿着石头 下个公子哥说 你要想让我不追究今天晚上的事 好 你去帮我帮我把水挑了 因为这个今晚轮到出江 替家里面挑水嘛 因为这是岛嘛 岛里面当然是没有什么淡水 河流的嘛 旁边都是寒水 所以他们只能去远方 就是挑 就是从天空积攒的这个降水啊 降水是淡水嘛 积攒的雨水 然后挑回家里 就是自己自己 平常的饮用什么的 然后轮到出江挑水 然后公子哥就埋伏在这一晚上 但是反而 反而机智而勇敢的少女 让公子哥成为了他的挑水工 帮他挑了两大桶水 挑回家 所以你看 这连这么邪恶的一个情节 都被三岛的安排的这么 有一个恒恒恒美美的一个结局啊 那 后来呢 这个老岳父啊 未来老岳父 他不有个船吗 他有个船 他就安排 这个公子哥和这个男主角心智 都到他的船上去 就是当学徒啊 新手嘛 你走一趟 你先走一两个月 我看看你什么本事嘛 对不对 然后呢 两个人就上了船 然后那个你看这里面 自信的这点又来了 这公子哥啊 就不自信 他隐隐约约的觉得 在海上啊 要发生什么危险呢 自己有生命之危 生命之忧 所以他就主动的跟那个心智说 哎 你看啊 咱俩之前虽然也是有闹矛盾 但在船上呢 咱俩还是先和好吧 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 互相照应着 这个虽然是一个和好的举动 但是他并不是说直接的我表达善意那种 这个公子哥内心想的是 我要遇到什么事 我得求着你 你得帮我 他想的是这个 所以表达了他的不自信 相反 心智是非常非常自信的 他曾经在这个船上 还问这个公子哥说 哎 你有出江的照片吗 你这个这个水手这个远行 都要有心爱的女人的照片吗 作为一个思念的依托吗 公子哥说我有呀 我有 但心智知道 他没有 因为出江本 唯一的一个照片 给了自己 对不对 舒阳曾经偷偷的把 那个利用两个人 就是那个 见面啊 就是 偷偷的找别人 那个送信的功夫啊 就是 让别人把这个 因为当时这个老岳父 已经不让这个女儿 跟他见面了嘛 所以他托别人 托别的灯塔 什么的别 其他人 哎 把这个信拿到 把照片拿到 送给这个心智啊 所以心智当然心里是 有了这个底 他是觉得 我有这个保佑照片 保佑着我 我是安然无微的啊 但是呢 他也没戳穿 这个公子哥 他觉得 哦 你有啊 然后公子哥反问 他说你有吗 然后心智 大大方方说 我没有 我没有 这是心智注意 这是心智第一次骗人 之所以说 是心智第一次骗人 是为了证明什么事呢 是为了证明 心智曾经跟千代子 说的你很漂亮 是真话 并不是说 你现在像咱们 现代社会是 你见那个女的 就说你好美女 并不是说这种敷衍的话 也不是说刻意的 想避免矛盾骗人 而是真情实义的 说你很漂亮 你你很漂亮 但是下一句 他没有说出口的事 但我不喜欢你 我对你没有什么感觉 这个样子 所以心智没骗人 这是第一次骗这个公子哥 他觉得挺有意思的 我有照片 但我不说 就表达了就是心智 是什么感觉呢 他的力量 不会轻易的展现给世人 在船上同样的 他在船上 替这个公子哥擦屁股 就是干着他的 那个干不完的活 公子哥就才懒懒散散 那么一个懒汉的形象 然后同时呢 别人也使唤不动他 因为别人知道 这公子哥啊 将来有可能会成为 这个大财阀 大船长的这个女婿啊 别人就拿他也没有办法 公子哥也自视这个身份地位 跟别人不一样 就懒啊 所以呢 很多活都是由心智来干的 但是大家虽然嘴上不说 大家看在眼里 这岛上的人都是正气十足的人 不是像很多 现在有的公司那种说 大家这个互相推诿责任 互相推卸责任 就不是那样的环境 所以在这样一个环境里 正是因为每个人 都是一个善良纯洁的人 所以说 心智的善良 心智的劳动 才能凸显出来 这就像是比如说 你当一个组织 百分之五十是一个临界点 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是好人 那么好人就会越来越多 会向到好的发展 如果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 坏人 那么好人就会逐渐被 劣币驱逐良币 就会被逐渐淘汰 就是这么一回事 就是你好人越多的情况下 那个组织会越来越好 好人越少 被坏人 邪恶的人 阴险脚大 流血配马的人 占了组织的大多数 那么我想你就应该趁早下船 趁早离开这个组织 这是给大家的一个小小的建议 好 心智呢 就是暗暗的得到了大家内心的赞许 那后来有一个很大的危机了 就是他们的一个远行 这是一个远远行的一个船 他到日本的其他地方去送一些货什么的 然后碰到了台风 其中有一个围杆 一个缆绳啊 什么断了 那心智呢就要替大家啊 当时船长说 你们谁游过去 咱们有一个新的安全绳 绑在那个海边 那个浮标上 浮标 大家都微微索索的 不敢不敢动手 只有心智主动站了出来 说我去啊 这浮标说不远啊 也就20米 但是你想那是在一个漆黑的大海上的20米 跟咱们游泳池里的20米可完全不一样 台风肆虐 你身上要绑着绳子 你要带着这个绳子安全绳 然后游过去 很重的 绳子很重的 所以就很难的 然后到那个浮标上 那个浪很大 就是你不是游过去 然后把手一把就完事了 首先你要有力量狠狠的勾住那浮标 因为浪会把你冲走 冲到七零八落 不知道冲到哪里去 然后你当你在绑上绳子之后 你就安全了 然后再游回来 甚至成功的完成了一个任务 没有什么出现什么人命 这也是 让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因为很多人 很多三岛忠实的读者 在读潮潮的时候 内心总有隐隐隐约约的一种担忧说 这么美好的世界真的存在吗 三岛会不会在某一个时刻 突然告诉我们 谁死了 会不会 答案是没有 大家可以放心 大家可以放心 没有 完成了一个事 然后 胜利的回到了歌岛 大家就是喜气洋洋 歌岛这边 然后也是有其他的女性 其他女性是谁呢 就是千代子的妈妈 看不下去了 什么时候看不下去了 就是对老财阀 岛上老财阀 她的态度看不下去了 她觉得 你应该把女儿取配给心智 而不是那个懒惰 那个混吃等死的 一无是处的公子哥 然后呢 她这个千代子的妈妈 带着其他很多的海女 积齐到了这个老财阀的家里 想去跟老财阀 理论理论 你看 这也体现了这些中年女性 她们的自信 她们并不会因为对方是个 有钱有势的男人 而畏惧 从来没有这样的感觉 你看这里面 每个人都自信了 对吧 每个人都自信了 首先出江 她跟这个男孩在一起 她就自信 她不会说 我父亲不让我这个怎么样 我就听她的 不是的 我有自己的选择 我有自己的选择 尽管在当时日本那个时代 她是一个 仍然是男子女妹的时代 仍然是你要听见于 封建家长制的一个时代 但是出江可不是这样一个 简单的人物 她要自己的决定 那首先其他女性 这中年女性 第一 她们敢于下海去工作 跟大海搏斗 然后晒的皮肤有黑什么的 然后每个人 追逐关键的是什么 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情节 她们在大海边的时候 是赤裸上身的 乳房都热出来 然后每个人都是开着那种 什么样的玩笑呢 就是你能想象到 矿工开的玩笑 就是很粗鲁野蛮的那种 工人 男性工人开的玩笑 这玩笑并不是说不好 而是说在什么场合 在大家集体劳动的时候 就适合开这样的玩笑 你在比如说你在高端商务酒席上 你在公司会议室里 当然不应该开这种粗鲁的玩笑 但是当大家一起劳动 一起为那种 纯粹的体力而奋斗 而拼搏的时候 开这种玩笑 其实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首先那些矿工都是男的 他们在矿底下 开这种玩笑 也没有什么说 有什么性别歧视区分 同样的 这些海女 他们在海边 都是女性啊 彼此裸露的乳房 大家都互相摸的乳房 互相开的彼此 你乳房好大好小 这样的玩笑 还有诉说的一些 带有黄色的一些段子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这正好表现他们的民风淳朴 他们内心是纯洁的 他们可以坦然的 面对彼此的身体 这一点也是 我觉得非常非常值得 我们当今社会 就是说 值得学习的一点 因为当今可能每个人 都变得非常敏感 觉得因为我们上网 每天可能不小心看到 很多让我们不爽 很厌恶的言论 所以导致其实每个人 内心的他一个生气点 我觉得都很低 很容易被惊怒 很容易就是觉得 什么时候不爽 对不对 然后我们也通过键盘 来发泄没有必要 就自信一点 真的自信一点 就是这些海女 他们就是无端的自信 同时呢 特别有意思的是 还有就是卖货的人 卖货的就是一个 中年男人 中老年的一个男人 带着比如说和服啊 一些其他的一些首饰啊 皮包啊之类的 衬着 他们因为这个商业人知道 这些海女在海边 这个岸上休息的时候 是最容易激起 他们购买欲的时候 因为你想象了 自己劳动的成果 我即将要捞起很多鱼 很多鲍鱼 很多扇贝啊 然后我会我会有钱 那么这此此刻 我就愿意去消费 对不对 这个也是很精明的 一个商人 这个男人在这个其中 这些海女完全不介意 完全不介意 当他们面裸露的身子 完全不介意 因为这个男人就像有点类似于什么呢 就像你要去日本的一些澡堂子 你也是脱光了进去 但是你会发现 这个澡堂里面打扫卫生的 或者说负责给你递毛巾的 负责那个帮你那个告诉你钥匙 或者什么指引你路线的 其实是个大妈 一样 男澡日本的很多男澡堂的 也就是温泉什么的 都是大妈管理的 对吧 大妈看着你裸体 大妈什么非分之想都没有 同样的道理 就是全是海女的一个海边 有一个男的卖货过来 他也没有任何非分之想 而且这个他也能 很自然的跟大家一起开玩笑 没有任何问题 就是坦荡的一种自信的关系 每个人都是这样 特别好 说会会的 她是刚才前代子的妈妈 也就是灯塔长的这个夫人 灯塔夫人 去这个跟这个老财阀 这个上门做客 就说这个事 老财阀不等你开口 就主动说了 说我已经决定了 要把女儿出江 许配给心智 这是这个年轻有为的大小伙子 说我之前呢 把这个安排这个公子哥 和心智一起上了船 我其实就想考验考验他们 看看谁有真的才识 真的勇气 真的这个能量 说咱们这张电视 这个社会啊 虽然论婚伤嫁举的时候 看出身门第和金钱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这一切 都不是第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什么 这个人有没有真的本事 而心智是一个 有真本事的小伙子 如果我不把女儿 许配给他 那我岂不是老眼昏花了吗 我不是瞎了吗 对不对 一番话 也表达了这个老财阀 他的自信 他有自信说什么 我不必让女儿说 按照金钱来衡量别人 按照身份 政治社会地位来衡量别人 不必要 你就按照自己内心选择 找到最适合你的 最勇敢 品质最好 最善良 最纯洁的小伙子 这才是一种真正的自信 这特别好 所以到这块 整个这本书 也就是到了结局了 不长 一个很短的一个小说 非常好 非常非常的圆满 然后呢 两家人呢 也就是顺利的订了婚 因为心智还没有成年嘛 他就约定到成年之后 正式的那个 取这个出江为妻 然后心智呢 终于可以大大方方的踏入未来老上人的这个家门了啊 每天就是送了送第六条鱼送给老上人 然后顺便约出江 那个一起出来玩什么的 就可以大大方方的自由行驶了 我一想到这个画面就非常非常的美好 你想一想 我不知道就是呃 你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 他的爸爸妈妈家里就是跟你是否在一个城市哈 如果是一个城市 那我想这一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画面 你想象的就是每个周末什么的 就两个人顺便一起去看望彼此的爸爸妈妈什么的 然后一起吃饭呢 什么的 这种感觉真的是太美好了 太美好了 就是我我太向往这种 一家人其乐融融 天乐人之乐 然后有这么一个大家庭 爱的温暖 爱的温暖特别好 嘲嘲就是 甜蜜的青春 甜蜜的青春 这里面的呃 你看哈 从男孩到女孩都是如此的 除了那个公子哥哈 但公子哥 有就他是唯一一个不够自信的人 但是他最后他也没有说从容作梗 没有没有再去那个在捣乱什么的 不像其他的坏蛋里面 总是非要拆散你们 也不是这样的 而这里面 那个呃 故事的结尾是这样的 心智呢 跟那个出江啊 就是站在海边 就是看 跳往这个大海啊 站在这个灯塔上 他们来到了这个灯塔长的这个灯塔上面啊 就真的参观了这个灯塔啊 然后呢 灯塔长和灯塔夫人呢 支撕着下着旋轮楼梯下去了 就把上面一个瞭望台的空间呢 留给了这一对小年轻的情侣 然后呢 呃 心智 然后看着就是 出江给他那个照片啊 他心里想 当初呀 我在大海上面 就是成功的完成了船长交给我的任务 我去把那个安全绳成功的回来了 这一切 都是因为我自己的本事 跟这个所谓的保佑没有什么关系 这是他真正的一个自信 因为很多人会沉迷一种迷信的感觉说 是不是有什么 器物 有什么力量 冥冥之中保佑着我啊 按理中给我祈祷 才让我有了勇气 不是的 心智对此有 真实的认识 这个这里面我觉得太难得了 因为很多的文学作品 最后都会把 一种人的力量 归结于一种神秘主义的元素 但三岛你看 三岛他写转生 他写了很多人精神上的 心理上面的 对玄学 对宗教 包括镜子之家里面 那个夏雄 他对神秘主义有一种 有一种倾向 呃 他写了很多这种 神秘主义的人物 但是他在最纯洁的小说里 曹操里 他完全没有一丢丢的神秘主义倾向 他只是说 岛上的人 有信仰 他认为是信神的 参拜神社 参拜神社 但是三岛清楚的最后告诉我们 给他们力量的 给他们勇气的 给他们自信的 是这个人自己 而心智这个男主角 对此有清醒的认识 并不是任何神明保佑着我 不是的 是我自己不断的锻炼 我在每一次游泳的时候 每一次做体育运动的时候 每一次奔跑的时候 我自己给我自己的注入了积累的能量 才让我大海上幸存了下来 完成了使命 这点我觉得太难得了 特别厉害 故事就到这里 我再说个提问话 搁岛上的神社叫什么神社呢 叫八代神社 没错 就是我讲故事的八代的八代神社 就是这两个字 但是我起这个名字的时候 我叫八代的时候 我一开始我是叫八代火影 这个是我高中时候的QQ的名字 所以那个时候 我还根本没有读三道有机夫 根本没有看过潮騒 巧合了 完全巧合 当时我们同学排 说刚手是第五代 往下排 你能排到第几代 我数了数 算上卡卡西名人 也许我能是第八代 我就做八代火影 是这个样子 但是冥冥之中 你看我跟三脚的机夫 是非常非常有缘的 非常有缘 他这个搁岛上的八代神社 因为我自己 我非常喜欢日本的神社 特别是神社前面的鸟居 你们知道每个神社都有一个 就是他们分割 是人界和神界的一个界线 那个器物 那个大的木头 上面两个横 然后旁边两个树 那个像门一样的 那个就是鸟居 然后漆的红油漆 著名的有什么福建岛河神社的鸟居 就超级漂亮 你在海边那个神社 那个太漂亮 太漂亮 所以我对八代神社 这个名字 我有一种冥冥之中的 这种喜欢感 那最后 前面都是我自己 跟大家分享 聊聊这本书 给我的感觉 就是自信 我在给大家读一读 这本书里面的精彩的段落 就是 它具体怎么讲 这个男孩的纯粹 和女孩的纯粹 特别特别好 第一个是 这个男孩是怎么看待 自己与大海的关系的 青年感到 包裹着自己的 丰饶的自然 和他本人 达到了无上的调和 他深深吸入的空气 是眼睛看不到的 创造自然的物质的一部分 这部分物质 已经深深渗入 青年自己的体内了 他所听到的潮水的喧嚣 是海里巨大的潮流 和自己体内青春的血潮 共同演奏的乐章 新智在每天的生活中 并不特别需要音乐 因为自然本身 就是充满音乐的 青年感到 包裹着自己的 丰饶 和他自己 无上的调和 然后呢 再看后面 这个少男和少女 在一起的时候 新智对着光亮的窗户 出神的 瞧着少女这张 身靠大王旗巨松的照片 这是少女给的他的照片 照片上 海风翻动着少女的群聚 这是去年夏天 穿着那间白色的连衣裙 清风扬起 裹着玉姬的下摆 如翻卷的白浪 而新智想起自己 也曾和海风一样 干过相同的事 浑身充满了力量 就是新智也曾经 掀起少女的群聚 就像海风一样 海风吹起了少女的群聚 新智也掀起了少女的群聚 但是你看到这就为止了 他也没有说更进一步的跟少女有什么过分的要求 没有 很纯粹 大自然 一垂次他们也恩宠 登到顶端回望伊士海 夜空不管繁星 云彩呢 枝多半岛的一角 低云横斜 时时飞跃着无声的闪遍 海潮的喧嚣也不太剧烈 仿佛听到了大海那健康的 有规律的 安详的鼻息 穿过松林 参拜质朴的神社 青年因自己的掌声响亮而深感自豪 鼓掌 我也是个鼓掌 特别响亮的一个人 你看 深感自豪 于是他又拍了一次的手 出江呢 只顾垂首祈祷 在白地御医领口的应称下 出江的镜像虽然不特别显眼 但在新智心里 比起任何雪白的镜像 都惹他心动 新智 请求众神万般保佑 从心底呼唤幸福 他俩久久的祈祷 他们一次也没有怀疑过众神 深信神灵会加倍保护自己 你看这个 这个跟我讲的毛矛盾 不矛盾 就是他们这种对大自然的这个崇敬 有一种什么呢 就像爱因斯坦曾经说过 就是说 他信仰的是一种宇宙中的力量 这种力量不是指特指的某个神 而是一种 就是宇宙来自大自然的力量 就是说他们这种广义上的这个信仰 其实在我看来是一种 更加纯粹的信仰 并不像比如说某一种 单独的宗教一样 我就觉得 阿拉是上帝 或者说什么耶稣是上帝 或者是什么 或者什么佛陀是上帝 并不是这种单纯的信仰 他们信仰的是这种众神 这种所谓大自然的那种力量 而但是他们也知道 这种众神会保护自己 但是是源于我自己内心 真正的纯洁和自信 所以归根造底 保护我自己的 是我自己的能量 首先是我祈祷的他们 对不对 但是我们的力量是相互的 大自然的力量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我的祈祷 所以这种力量是相互的 并不是说 我依靠谁 我明天要高考了 但是我三年都没有好好学习 我就期盼着这个 这个文书菩萨能给我一个成绩 不是这样的 那你是像乞丐一样 你像大自然乞丐 祈求怜悯 不可能 没有这个意义 你必须不断的磨练自己 锻炼自己 同时呢 你也不曾怀疑 不曾否认大自然这种力量的存在 就是一种对自然的敬畏 你看就生活在海边的人 包括咱们 中国就像 闽南一带 他们不也有什么 妈祖 什么那样 他们对海也是有这样的情绪的 大海既是我要获取资源的一个地方 但是大海也是能让我丧命的这种地方 就是一种意识共存 又是要跟他搏斗的什么一种关系 特别的 大家自己体会 这些体会特别好 就是朝少这本书 很短的一个作品 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 就是后面我还会聊 假面的告白和禁色 这可能是算到最后两部长篇 那我大概我好好的准备准备 这两本在我看来 是不太容易读的 在我看来 虽然其实简面的告白 其实篇幅不是很长 但在我看来里面的东西 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多 很多人其实在毕竞亚科的主 也都解读过这本书 但我尽量我是从我自己的角度 我从新的思路跟大家聊聊 而朝少这本书 在我看来就是说 他回归了一种原始之美 而这种原始之美 可能是近几十年来 当代的就是文学 不管是中国的 还是外国也好 没曾有过就这么一种 纯粹的感觉 就是你不管是青春 还是不青春 还是讲中年人 一或是老年人 不管是什么阶级 什么样的身份 像嘲笑这样的 把人与自然的关系 写的这么美妙的 极少 极少 我曾经读过一本 获得诺奖的一个文学 是北欧的 我忘了是瑞典还挪威的 一个好像是瑞典的一本文学 它是191几年 还是零几年 还二几年 反正是比较老 100多年前的一个作品 它讲的是一个人 到那个北欧的一个林子里 自己去开荒 然后就是 然后建立一个村子 然后自己就是 打猎 然后养牛 然后种地 这么一个故事 也讲人与自然的一个 日然自然的一个故事 然后最后就是 也是建立了一个 自己的一个家业 也是让这个村子 慢慢的繁盛 有了自己的家人 有了自己的孩子 什么的 但是那本书 你跟三岛的潮潮相比 那本书真的不行 真的就没有这么好 真的没有这么好 它更多就是讲 这个人自己是怎么回事 他的勇气 在我看来是一种 不太靠谱 他那个勇气来源于莫名 就好像 我就是有勇气的一样 但不像潮潮这本书 这里面那个小年轻的 他们是真的跟这个大海 与日俱增 这个生活中 他们在这个岛上 这个环境的描写 三岛的地步 真是能把环境和人的内心 融合到一个极致 互为依托 互为应兆 所以你在他的作品里 你可以自然的放心去 把自己的整个灵魂 在你阅读的时候 交给这本书 我觉得你在阅读的时候 就好像你亲眼看到了大自然一样 希望我也 其实北京这两天天气很热 所以我很少出门 希望我在不久的将来 能更多的走到户外 跟大家聊一些节目 好 本期到这里 我是讲故事的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